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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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呀 伟枝 伟枝你终于醒了 这这这 等三十多年 就盼这一天呢 三十年 哦呀 吃饭了 伟枝 伟枝你终于醒了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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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来 卫生 走 当时我们醒来 就看见你和凤凰蛋 躺在那里 于是就把你们带了回来 你 就是我的孩子 这些年 你元气大伤 我们就带着你们两个 来到百花丛 想孵化凤凰蛋 但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直都没有成功 伟枝 你刚刚苏醒 身体还没有恢复 这些 以后再练吧 总会好的 那会恢复吗 这 我也说不准 他呢 还好吗 他 颜月在母祖 你太失忆了 倘若 我将你忘记了 那不是我的本意 你 未知 你不用担心 颜月他现在人好好的 我去魔界找过他一次 虽然人好好的 但是 好像对以前的人 还有事 都不记得了 魔族大尊死了以后 魔界一片混乱 大小势力割据 我为了寻找颜月 去了魔界不少地方 终于在一片森林里找到了他 他带着士兵去占领地盘 见到我以后 就是一顿暴揍 好像完全不认识我 我实在招架不住 所以就先回来了 但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 再去的时候 就找不到他了 那然后呢 然后 颜月继位成了天地 和魔界约定休战 若水结界被封 魔界就和外界 再也没有联系了 未知 反正现在你知道颜月是安全的 就不要多想了 等你养好身体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小家伙 不知道你将来破壳而出 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其实 我也有点害怕 怕凤凰的宿命会在你的身上重演 一世又一世 被误解 被辜负 被背叛乃至被杀了 被背叛乃至被杀了 真的很多 但是每每想起 曾经有过一段真情 你 就觉得 一切都值得的 一切都值得的 千金路的印记 从来没想到 千金路会因为这样的方式所解 从今以后 多少拯救都让 哪怕我只能拥抱风 像在路面一天涯 但是哪怕痛 也是要尝一尝的 你听得懂对吗 对吧 青山白了痛 疯狂疯 我只怕你担 夜寒 留不住温暖